近几百年来,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伽利烈、牛顿发展起来的经典绿学 再到一百年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以及同时期各位顶级物理学家们一同搞出来的量子绿学 最后到现在对各种理论和技术的应用 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似乎达到了一个非常极致的程度 在微观尺度上,我们认识了分子、原子、质子、中子、电子、夸克 而在宏观尺度上,地球外、太阳系、银河系乃至整个宇宙 我们也都略知一二 我们甚至测算出了宇宙的年龄拍下了黑洞的照片 但是一个离我们非常非常近,与我们最为相关的领域 我们却对它所知甚少,那就是我们自己 在科学诞生之前,人类一直使用哲学来指导研究事物 科学诞生以后,解答了很多哲学上无法解答的问题 并且纠偏了很多哲学上的错误结论 科学作为一种更为有效且准确的研究方法 快速地取代了哲学的老大地位 原来,哲学留下了三个终极问题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从第一个问题开始,科学拒绝回答 随着科学让我们对客观世界认知的飞速提高 我们改造这个世界的能力也对应着飞速的增强 从蒸汽机引领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 到电力引领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再到如今的互联网信息时代 人类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 从整体来看,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 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人类的生存所需 人类早就应该进入衣食无忧的时代 但是,目前人类社会依旧面临着严重的粮食危机 依旧有不少人处于饥饿之中 其原因并不在于生产力的问题 而是人类自身的各种毛病造成的 对这些问题科学无解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提高 人类的足迹遍布全世界 同时也影响着全世界 人类对各种资源的疯狂索取 有意无意地消灭了无数的物种 可以说随着人类的截取 整个世界都不好过了 少数过得还行的物种 要么是给人吃的 要么是给人撸的 同时,人类也给整个世界留下了非常严重的污染 如果说地球病了 最大的病因就是人类 但实际上,这些问题并不是人类生存发展所必然导致的 人类也是可以自然和谐共处的 这种种的问题都是人类本身自身的过渡自私贪婪等毛病造成的 对这些问题科学也无解 抛开那些处于底层,生活困苦的人不提 被人类消灭的物种和被污染的环境也不谈 仅去看那些不愁吃喝的人们 他们又过得好吗 人类解决了温饱之后 开始去追求所谓的精神需求 让自己过得更快乐,更充实 我们发明了各种社交软件以满足我们所谓的社交需求 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娱乐内容 好让我们过得更快乐 在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都得到满足的条件下 理论上来说 现在的人类应该生活得无比幸福才对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披露的数据显示 全球有超过3.5亿人罹患抑郁症 近10年来患者增速也18% 根据估计,中国患抑郁人数高达9500万 每年因为抑郁症自杀的人数高达百万 仅在中国每年就有28万人因为抑郁症自杀 实质上,由于某些人出自身家庭条件的限制 以及不能坦然面对抑郁症的逃避和隐瞒 很多抑郁症患者并不能为人所知 甚至连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都不知道 试问,如果不是某位明星自杀上了右搜 有谁能知道他患有抑郁症 而大量普通抑郁症患者的自杀 则更加难以为人所知 所以,实质的抑郁症患者可能远大于统计数字 哪怕没有患上抑郁症 很多人的生活其实也并不好过 现代人大多处于一个比较糟糕的精神状态 紧张、焦虑、无聊、敏感、易怒 各种负面的情绪始终围绕着他们 打开网络,我们经常能看到各种极端的充满仇恨的辱骂言论 又或者是毫无理由的无脑吹捧 要么喷,要么舔 真正客观理性的声音少之肉少 并且往往没有什么人在意 而在世界各地,依旧时不时地发生着各种战争 种族主义对抗,压迫与反压迫 好像也没有多少所谓现代文明社会应该有的样子 现代科学的生产力让我们衣食无忧 也能轻易地获得各种娱乐满足 先进的医疗技术让我们免疫多种疾病的困扰 然而我们的心却病了 我们的心到底是如何病倒的 科学对此的了解却是相当的匮乏 科学让我们了解了整个客观世界 唯独无法了解自治 科学帮我们改造了全世界 却无法将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 那么问题来了 科学为什么无法帮我们了解自己 这就得从科学的由来开始说 早期在没有科学的时候 人类主要依靠哲学来搞研究 哲学的研究核心在于思辨二字 所谓的思辨就是思考和分辨 所有的结论都是靠想出来的 对实证这一块并不怎么重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亚里士多德 对于不同质量的物体下落速度的判断 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实验就能证明的 硬是拖到两千多年后 科学的兴起才用实证来破除这一谬物 科学与哲学最大的区别在于 科学始终把哲学放在第一位 在早期科学兴起的时候 有一样东西非常重要 那就是玻璃 用玻璃制造的各种观察设备 能够帮助我们突破人类眼睛的极限 更好的看清这个世界 从中寻找到实证 此外很多实验设备也离不开玻璃 可以说玻璃是科学发展的最大工程 由于科学以实证为主 所以科学最擅长的领域就是客观的物质世界 原来的哲学由于不要求实证 所以什么都能研究 在科学出现之后 对于物质世界研究那一块哲学就没有市场了 并且由于科学带来了很多新发现和新事物 快速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在认知世界的方法中取代了哲学的老大地位 然而实证是科学新盛的关键 同时也是科学对人类自我认知的障碍所在 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 并不是没有对人类自身做过研究 科学对人类的身体做了一番细致的研究 因而成就了现代医学 但是人类不仅仅有物质的身体 还有人的意识 如果只有身体而没有意识 那个叫尸体 同时拥有身体和意识的才叫人 如果光有意识而没有身体 那你就看不见 如果你能看见 那就是见鬼了 意识属于非物质的 但科学之前的研究对象都是基于物质层面的 对于非物质的意识 这就意味着科学没有办法通过实验设备来对它进行观察 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对大脑一番研究之后 有两个突破 一个是对大脑的扫描分析 得出大脑各个区域的活跃程度 可以大致判断出你大脑的哪部分功能正在工作和工作强度 另外一个就是脑波的发现 通过对脑波的监测 可以大概判断出被观察者是紧张还是放松 注意力是否集中 但是这样的发现对于了解意识的本质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科学在对于人类意识的研究和认识上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然而这个领域始终是个极其重要的领域 难以逃避 于是现代心理学并应运而生 说到这个心理学 那真叫一个怪异 你说它属于科学吧 跟传统的科学好像不太搭界 你说它是哲学吧 原来它却在努力地搞着各种实验研究 还让自己看起来更科学 总结一下目前心理学领域常见的几种模式 一共有四种 第一种胡说八道的独机汤行 刻意的情绪引导和刺激 这类内容本身不属于心理学的理论研究 但往往会打折心理学的旗号 这些内容是特意迎合人类潜意识的某些心理特点而打造的 网络上很多情感鸡汤类或一些贩卖焦虑的内容 经常打折心理学的名义 但干得却只是通过迎合潜意识的欲望 兴趣 情绪来吸引大众的注意力 实际上跟心理研究没有半毛钱关系 这些内容的制造完全是为了迎合大众的潜意识偏好 吸引流量 有的甚至会通过操纵大众的心理来达到某种目的 这一类的内容在理性的思考分析上没有任何价值 在实质操作中也没有任何指导性 但是却是目前市面上最流行最受欢迎的内容 原因在于它利用了人类潜意识的偏好弱点来吸引你 这些内容看多了之后 有可能会扭曲你的三观 让你变得更敏感 更焦虑 有时候你明明都已经知道这些是垃圾内容 没有什么价值 甚至看多了还会更焦虑 但是却难以摆脱它们 至于为什么 这就涉及到人类潜意识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特点 不过在这里不方便展开 因为展开之后就跑题了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种模式 硬核的科学研究法 通过对物质层面的观察 进而破解人类意识的秘密 通过对人类的生理层面 各种物质性的指标进行细致而深入的观察 然后再结合外部的心理表现 试图在物质层面破解意识的秘密 前面我们提到的大脑扫描和脑波监测就属于这类方式 科学在这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发现了很多物质因素对人类心理的影响 比如我们知道如果你的荷尔蒙升高了 说明你要恋爱了 如果你的多巴胺大量分泌 说明你现在很快乐 我们甚至好像还发现了抑郁症的秘密 那就是多巴胺和泄青素的缺乏 疑是根据这些原因开发了各种各样的抗抑郁药 这么一看我们的意识好像被某些化学物质所操控 这条路正在客观地向我们揭示意识的秘密 但是如果你在深入的思考一下就发现问题了 物质的变化在影响我们的意识 那么导致物质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 多巴胺和泄青素的缺乏让我们感受不到快乐 那么造成多巴胺和泄青素缺乏的原因又是什么 是另外一种物质的变化还是又回到了意识本身 到底是你因为快乐而产生了多巴胺和泄青素 还是多巴胺和泄青素让你产生了快乐 如果是后者又是什么原因让你产生了多巴胺和泄青素呢 问题又无解了 这种非常硬核的科学研究方法虽然看着挺客观的 但是却很难找到最终答案 因为看似影响着我们心理活动的各种化学物质的形成和代谢 好像有一只幕后黑手在操控着 而这只黑手我们看不到他 他就是意识 准确的来说是潜意识 这条正宗的科学之路看着虽然足够客观严谨 但是深入的挖解之后 问题好像又回到了我们看不到的意识那里 感谢观看